欢迎大家订阅新电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遲些疫情好一点 你可以来到直播室和大家主持节目 梁总先讨论一下对于乌克兰的战事 你是怎样看法呢? 乌克兰的战事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了解 还有全部由那些propaganda和媒体控制的局面 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情形 要知道历史 以及要知道 context 即是它的横框那里怎么会这样发生的 我来的资料我多数是看英国的传媒和一些独立的传媒 亦都有看印度的和阿拉伯和中国的传媒 我都有看的 美国的传媒太偏了 美国的传媒分两边的 一边的最重要的传媒全部是支持民主党的 另外有一边 由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些主媒 有很多竞争性的 就像是福斯那样的 他们是专门帮共和党的 就好像传媒是为两个国党而生存的 而来传播消息的 所以你看 比如你看《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有它自己的清一色的 也是全部是支持特朗普和支持共和党的 所以我就宁愿看那些独立的媒体 让他们看得更加清楚 更加知道真正在地面的知识 就是乌克兰这个问题是有一个很悠久的历史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乌克兰已经打了八年仗的了 他们已经死了十几万人的 而死了多数都是支持 俄罗斯那帮人 就是由俄罗斯一帮人 和乌克兰的那个政府 大家两个在东边Dombas那里打的 打了八年的仗 就是开始有2015年的时候 因为美国发动政变在乌克兰 将一个民选的总统 亲俄的总统拉了下来 这个美国不是我说的 是Viktoria Nuland 是一个军事方面一个大的顾问 和一个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现在是专门管治这个 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的问题 由他作主的很多都是 是由他当时用了5个Billion 5个Billion的美金 是他在一个记者会中说他用了5个Billion的美金 来打低了这个亲俄的政府 现在製造一个这样的橙色革命 所以从那时候都没有动动过 现在那个总统就是那个策倫斯基 就是2019年开始的 2015至2019年 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总统在做过 都是代任的 直到这个乌克兰斯基 我想他是很亲美国和美国 CIA培养出来的 一直都是由美国操纵 这个乌克兰的国际的问题 以及内乱的问题 有一个最不好的 我觉得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 在这个战争有一些很严重的纳粹党 就是那些纳斯 就是德国那时候 德国和俄罗斯打仗的时候 由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推翻了这个 是赢了第二次世界之后 真是俄罗斯 死了25M250个人 来打回这个德国的纳粹党 所以俄罗斯很憎恨纳粹党的 到现在以色列又没有什么表态 对这个问题 到现在纳粹党在乌克兰的军队里 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军队 全世界全世界唯一的国家 有纳粹党的军队叫做Asob 就是乌克兰的 所以这个普京他就说 我要打进去最重要的就是北约 北约我就不知道大家 就是不知道 最近有朋友问我什么是北约 我就想很简单地解释 北约不是一个国家来的 是一个军队和一个政治的团体 由32个国家在欧洲国家组成 以及南美洲加拿大和美国一起组成的军队 名字就是说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是其实是冷战的时候形成的 专是对付俄罗斯的 所以就不让俄罗斯参加这个北约 然后俄罗斯就一直都想参加 但是他们不让他参加 我现在见梁总回来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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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佛他们好 大家听众朋友好 今天早上在我们公司外面的AXS 那里就有意外了 所以那里就一直塞车 那我就用这个导航指示我一个避开塞车的路 谁知道这个导航就引了我入过迷宫 本来已经晚了 在这里打了很多个圈 然后再找出来 不好意思 对不起 邓法官 对不起 昨天就听邓法官说了 烏克兰战争的背景一些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大众媒体里面 是会一面倒说俄罗斯 入侵这个国家很粗暴 但是究竟那个背景因由是怎么样 就一直都没有去认真地去说 媒体几秒钟 或者一分钟的新闻里面 更加不会让你看到我的真相 其实很多人说到乌克兰危机 就是现在俄乌的战争里面 都会问一个问题 有些人就说公义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说 有些人就说我现在支持乌克兰 很公义了 捐款啊捐钱啊 甚至有些人就去做雇佣兵 不知道是为钱 或者是为理想 有些可能为理想 有些可能为钱 但是都是说我们正义啊 其他国家就猛扔很多武器过去 那些小型的单兵用的对空导弹啊 其他武器啊 都说要给他们 就是正义了 究竟 有些问题在这里 讲起 因为我们的政府 拜登都说 现在全美国四大危机 其中的最小的危机 就是种族歧视 他是这么说的 而这个种族歧视 不只是美国的危机 亦都是全世界的危机 我想首先 我想引用这个Claire Daly 她是爱尔兰的议会成员 她最近在3月7日2022年 用语言抗弓 抗弓 抗弓 就是用语言抗弓 抗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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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是白人,不是歐洲,他們的待遇淒慘到沒得那麼慘 他指明了那時阿富汗打仗的時候,沒有人出來為責美國 有沒有人為責,但是感怒而不感言,而且都很細聲 就好像應該這樣去攻擊阿富汗 那時阿富汗的武器,那些砰砰在上面,一個砰砰殺幾百人 現在至少俄羅斯,我看也沒有這樣做 他是幫助那些軍事和武器的地方 阿富汗那裏,Claire David說了 當時有五百萬的小孩因為飢餓而死 而且那些小孩被迫同婚 很小時候就結婚 對,很小時候結婚 估了五百百分之百 他一點都沒有提到這些問題 人道的幫助,一點都沒有給阿富汗 所以說出了白人社會,西方社會的虛偽 對,而且不是外爾蘭議員這樣說 有很多報紙都有這樣報導 尤其是在穆克蘭入面,對待有色人道有四個分 他們疏散他們的時候,對非洲移民特別是不好 他們的四個排分,第一是白人可以疏散 這些是非洲人的疏散 後來在電台上說的 第一是疏散白人,第二是印度人 第三是阿拉伯人,第四是黑人 黑人時常都是最後的 所以一個人在戰爭上 他們的皮膚顏色可以注重他的生死 梁忠,你有沒有懷疑,中國人在哪裡? 因為中國人沒有排名的 為什麼他們沒有等中國人? 中國人是自己離開的 中國人是自己離開的 是呀,自己離開了 中國派了七架飛機去,疏散中國人 最後一批有一百多個留學生滯留在這裡 其實25日已經開始疏散 已經叫他們填名、報告、給他們名字 所有中國有護照的人和他們的家人都可以疏散 而且就算中國沒有護照 他們有中國居留證都可以搭這些飛機 還有學生最近在3月7日 上個星期已經全部去了一個安全的地方 離開一些危險的地方 在一些安全的地方 他們就去歐洲其他國家或他們回國 很多人都回到俄羅斯 其實有很多烏克蘭人 他們沒有說起 因為他們不想說 俄羅斯當然是這麼壞 還有很多人去了土耳其 總共有250萬人離開了 這些人我相信不會回去烏克蘭 他們走了 因為他們趁機去歐洲其他地方 貿取更好的機會 根本這個烏克蘭已經是一個很腐敗 非常窮困的國家 他們現在跟俄羅斯打鬥爭 根本都不能維持得多久 只是靠那些武器 但是我不想再釣控種族歧視的問題 因為種族歧視的問題 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我相信將來如果是 我希望不好 如果是中國和美國打仗 都會這樣可能是中國 都會被人在媒體上提下歧視 好像阿拉伯的電台 Al Jazeera Al Jazeera 很出名的 連他們的台 他們自己也是有識人種 他們也是 他們有一個阿拉伯的媒體 他還在電台說 我聽他幾次 他說 他看到歐洲那些金髮藍眼睛的人被殺 我非常之震動 他說這群難民不是普通的難民 他們有家庭 還有他們可以住在旁邊 首先他用這個金髮藍眼睛的這個話 你知不知道是誰先說的第一個 是希特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希特拉那時候想屠殺猶太的人 以及全部德國的有識人種 就把這些白人等到最高最高上面 就叫他們做Aryan Race 因為他們是優先的民族 他們什麼都是優先的 而且德國如果做一個進步先進 全世界第一個國家 就只是向這群優先的白人來發展 其他人我們就圍回他們 殺 以及趕走他們 殺了六百萬猶太人 由那時候 就是金髮藍眼睛的Aryan 就變成一種優熱的人了 雖然我們現在打倒了希特拉 打倒了納粹黨 除了阿古克蘭還沒有打倒 還參加了他們的軍隊 都是以這個為標準的 全世界都是 英國的每日電訊 Daily Telegram 他還說現在俄羅斯 有文明有文化的國家 這個國家不是第三世界 不是發展國家 這些戰爭不可以在這樣的國家發生 因為是白人住的地方 而西班牙已經說了 宣布說我們接受烏克蘭的難民 但是我們不會接受穆斯林的人 記不記得去年12月 整群非洲 整群斯里亞 敘利亞的難民 勇了去波蘭 在邊境裡 攔著不讓他們來 趕走他們回去 現在波蘭一開大門 迎接這群白人的難民 所以你說如果打仗 有色人種的死亡率一定會高於白人 因為西方國家是保護白人 不是保護有色人種 但是他們也有很多 阿拉伯和中東的記者聯會 都圍責這些媒體 把皮膚拿來做定義 道德同情和政治援助上的定義 肯尼亞、加納和加逢三個非洲國家 聯同聯合國正式投訴 說為什麼烏克蘭在這個戰爭裡 特別歧視那些有色的人種 要求烏克蘭人道助援 包括食物、醫療 以及有平等的人道的支援 有色的人種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 真的是一個很嚴重 種族問題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至於生死的關聯 都是以皮膚來定亂 這是我們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留意和反對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 回到頭來 我們接著說 國與國之間種族歧視 其實在我們美國 都很能夠體驗得到 一枝川環戰千軍萬馬來相見 時事觀察集結號現場直播 各位聽眾大家好 不好意思 剛才有一些網絡上的技術故障 所以耽誤了鄧法官和我們做節目 現在回來了 我們用另一個連線方式 鄧法官你現在聽到我說話嗎 我全部聽到 你們聽不聽到我說話 OK的 好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種國際間的種族主義 就是白人之上 其實有沒有反映在我們 美國本地我們灣區的政治裏面 有很嚴重 但是我想更加補充 我剛才看到那些人民的討論 我不是說中國人一定要優先 我不是這麼說 我只是說中國人一定要爭取平等 不需要優先 中國人一向都不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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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想法的 這樣的文化 不會完全沒有的 我們一向都是要平等 不可以被人歧視 在三藩市最近 有一件事件 因為我們很憤怒 很多團體 有十幾個團體 上個星期去做了記者招待會 因為有某個團體在民間 發起一個罷免 三藩市地方民選檢察官 博扎斯 博扎斯 對種族仇恨的案件不夠 我們不是為這個問題 而發起記者招待會 因為我們最憤怒的 就是因為這個團體做了一個充滿種族意義 種族意義 抹黑中國人 抹黑中國的歷史 抹黑中國的領袖 來激發這些對中國負面的情緒 來激發社區 對博扎斯的選舉 去罷免的計劃 來爭取取票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投機的方法 但是就是利用我們中國人 在美國華人現在很脆弱的時間 如火如荼的那些暴力 對的暴力 因為現在美國 好像你剛才說的兩種 美國對中國負面的情況 可以說是50年最高的了 在民調那裡不聯黨派 對中國的負面情形 89%以上 而89%的人認為 中國是美國人的敵人或者競爭者 48%是支持美國政客對華施壓 以及壓制中國的發展 67%對中國是很難的很冷的 不是沒有熱情的 而他們主力就是中國人的科技 是偷美國的 以及在人權方面 認定中國人在新疆那裡 是做種族滅絕 所以這些很負面的態度 對中國 他們在競爭上 就想移轉過去這個競爭的方面 你知道美國競爭很多時候 有種叫做dirty campaign 骯髒的競爭 這個就是最dirty最dirty的 campaign 但是呢 最大的書家就是美國華人 我想你一本來有張圖片 是給大家看的 這張圖片 但是現在不能給了 可以的 可以的 看到的 現在我們視頻還一直在直播著 是的 沒錯 沒錯 可以的 OK 大家看不看到這張 看到的 看到的 那個布甸 霸免博設施的一個宣傳 就是支持霸免陣營 搞出來的一個圖畫 是的 你看到這個就是他穿著一件中山裝 也都是叫做毛裝 毛裝 是的 他的手指指向就一樣 好像這幅畫 你看到毛主席 是的 他的手指向就一樣的態度 是的 還有呢 但是他這群人呢 就是 你吞著這群人 除了一條褲 打出一個屁股 這些就是反映我們三藩市的 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三藩市真的有人到處去便分 到處都是 如果你去那個仆街那裡 有一次我們排隊去買那些 三藩市 哇 我排隊那間三藩市特別好吃的 我都等了整二十分鐘 那二十分鐘就是聞那些尿 味道 我都不會再去 哈哈 這些人就是吸毒那些人 OK 吸毒那些人 這個就是被人打傷 打傷害的人 這些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紅军 集體 集體操 就是把這些 中國的歷史 我們這個 文化 共產黨那時的海報混在一起,就像一隻二鳥一樣,抹黑中國,抹黑他們一隻二鳥 但其實梁總,他們這樣做,誰是最大的輸的? 美國華人,美國華人這兩年來,AAPI的網站已經有了一萬個以上的仇恨華人和華人的案件 最集中在三個城市,其中是我住的城市,三畔市,羅省和紐約都是最多華人住的地方 現在三月十八日,還有三天,去年那三天,今天有六個亞裔婦女還在生存 但還有三天,去年他們會遭到死亡,被一個白人謀殺他們 這個白人,他那時有動機,說了給警察聽,因為他對亞裔婦女有不良性動機 所以他要殺死他們,其實亞裔婦女在美國白人男性的心態中,是有一個很負面的社會現象 你記不記得一九六幾年時,蘇西王,蘇智王世界,是在六角酒店拍攝的 所以這個形象,是一個荷里活的電影,那時候沒有拍攝有關華人的電影 很少的,也很少有華人的婦女出來演戲 有,但是她的角色是很低微的角色,很少的角色 根本她的形象都沒有在荷里活上見的 第一次有一個華裔婦女,在電影做一個荷里活,做出這麼大的戲,就是做妓女 所以這個印象在美國的社會上還是很深刻的 現在很可憐那六個亞裔婦女,就是這樣犧牲了 但是這個謀殺亞裔婦女還沒有停止 今年一月,有一個亞裔婦女,被一個男人推了下去,在美國的電車 迎面來的電車,當場就剷死了她 二月有一個韓國的婦女,被一個美國人跟蹤她 一邊跟蹤她,上了她的房間,推了她的房間,拆了她三十多刀,拆死她 當時她有掙扎過她的場面 接著三月,又有兩個亞裔婦女的男人 一個就被她取藥,大力撞她的頭,第二個就弄她的臉 現在昨晚,兩天之前,有一個亞裔婦女的男人 和六個亞裔婦女,一個男人帶六個女人 不是大陸的,跟她一起去那裡玩,跳舞,喝酒,夜總會 走的時候,有人跟著她們,跟這個亞裔婦女的男人說 有六個女人的,六七個女人的,什麼你這麼幸運的 她就很不經驗,或者她要我來保護她們 她就走出去,突然她的頸就被人割了 她的那麼多一分就會割死她的,醫療報告 所以她說,後來她醒來的時候,她就訪問,她說 我真的想不到,我每天都看美國對亞裔的仇恨案件 我也是其中一個受害者,我永遠都想不到的 她說,昨晚,留夜,昨晚,又有一個亞裔婦女的 被一個男人打了她,在那個網路閉路那裡 閉路地視,是 打了她一百多槍,不停地打 她就說,影片可以看,我沒有看過影片,我不敢看 而且今年,有兩個人,一個女人,一個男人 都是亞裔的,去年是被人打到溫了 沒醒過,終於死了 我現在都不知道,下一個受害者是誰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她們做了這樣的海報 我真的想大家,問一些讀者 你們覺得這個海報是否對我們華人是有酸害的 因為她將這個污碎的畫,加上這個人的競選人 一體這樣來做 我現在不是說這個競選人的 競選的merit,我不是說這個 不是說這個 這個手法 不是說,罷免你支持或者反對罷免你 但是,她用這種手法,我也覺得 很有矛盾點 如果從這個分析 我講一點點,譚法官給我一分鐘 讓我講一講 去推動這些罷免的人 在華裔社區裡面,就會說 這個檢察官對華人不好 他的處理案件傷害我們 就用一個支持華人的角度去推這個罷免 但是,在另一些的社區裡面 就用仇恨華人的角度 又推這個罷免 這是矛盾的 一面對華人就說 要罷免去,因為我們要保護華人 但是,在另一些社區裡面就說 這個檢察官是很中國的,很共產黨的 我們要打倒 還有一種醜化恐懼華人的方式來推這個罷免 所以,兩把嘴 一張嘴就兩邊說話 但是,目的又很明顯了 就是要拉他下台 但是,背後整個政治動機 我覺得太複雜了 而且,真的把我們華人都玩到頭了 真的 我說完了 我們真是很慘 好了,我們說完這裡 或者帶回來,說回我們烏克蘭 你覺得,美國今次採取了 前所未有 要將俄羅斯,簡直好像要從地球 要踢出去的 全面封鎖制裁 各種生活層面都要制裁他 是否合這個所謂 有沒有國際法 或者本身你覺得是怎樣 合不合法呢 這個制裁是非常之嚴厲的 它是想整死俄羅斯的 你們不用問 它的制裁是這麼全面的 是清一色就是要撕滅俄羅斯的 我認為在法律精神方面 都是非常之不人道的方法 因為受罪的人 不是國家 而是人民 而是小市民 他們來受這個罪 是美國一個最文明的國家 用了最不文明的懲罰手段 來懲罰它的敵人 美國的憲法第五 修正法 是說明 聯邦政府不可以剝滅人民的性命 自由和財產 如果要這樣做的時候 一定有正當的程序來對付 它的英文就是 中國政府不不承認 都會打成個自由 這個字 就是正當程序 但正當程序是如何處理的 就是notice and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就是一定要有通知你 是你为什么要懲罰你 是什么理由懲罰你 还有给你机会来反对 这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的法治的基础 美国是一个所谓 我们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大的基础 就是用法律为领治 来法律来统治人民统治国家 不是用人民的意见来统治人民统治国家的 用法律的 但是你看这些这样的制裁 对方有没有办法自己讲的 从来都没有的 不一声国会说 但是制裁制裁就制裁了 这种制裁是一种政治的武器 是一种最厉害的武器 你看卫尼瑞拉 是一个非常充满资源的国家 石油现在呢 现在美国又要跪在那里 问他拿石油了 曾经是一个 CIA暗杀的 对象 卫尼瑞拉就要问他拿石油了 OK 又要去沙地阿拉伯又要去问他拿石油了 所以美国呢 做些这样的事情出来 就是剥削人民的生命 剥削人民的自由财产 是不是给他们炮军 走去增枪突弹 更加厉害 因为他可以将整个国家 倒垮的 可以将韋尼瑞拉一个国家倒垮 古巴1962年已经开始制裁了 到现在的人都没犯了 都是贫困的 不得了 非洲的国家 尼瑞拉、也民都变成民不聊生 将来他们的计划 将俄罗斯变成国家一样 民不聊生 变成国家有家无家 而这些制裁是绝对违反 美国法律的学理和美国法律的精神 现在其实全世界的人口 都不支持 有43%都不支持俄罗斯的制裁 巴西、印度、中国、南非、中东都不同意 拉美、古巴、非洲都是不同意的 为什么呢 刚才欧洲国家 虽然是他们制裁 但是他们也知道 他们是自己消灭自己的 都是一样 现在就是欧洲方面 已经损失了250个billion 2500亿在经济衰退 就会谷起通货膨胀 然后就会经济衰退 我今天一早看到油价跌下来 由100元到100元 但是这些跌不要指望 市面上的油价会下跌 我们的预计本来是45-60元一桶 一桶的 现在起了150元 落落一大笔钱 现在100元又继续赚钱 所以这些制裁 是不是真的实际有用呢 现在还是不知道 好 今天多谢邓法官 其实有一件事就是 这些制裁包括西方国家和美国 就说要把俄罗斯富豪的财产没收 这个真是奇怪 战争国家行为 那为什么要对这个国家的种族的人民 实施私人财产的侵佔呢 跟当年日本二次大战 把日本人混在集中营 是不是同样的想法呢 好 多谢邓法官 今天因为我们不好意思 有些技术故障 拖延了时间 下次会比足邓法官的时间来跟我们讲话 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发表的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